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面应该就是进入他父母的牧室了 你看蛮深的 是一个三镜牧室 这个牧门是选择的 走进去看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古老的一个牧门 珠红色的 就像是那种走到了哪一个衙门一样 对称的立柱上面还有这种龙头 不过这边已经看不太清楚了 这里有一个碑记 上面刻上了陈昌七木 这应该就是陈廷敬的父亲了吧 你看上面以前都是有壁画的 不过现在已经看不太清楚了 这门已经堵上了 这门已经堵上了 有壁画的地方 那么有没有 那边有没有 可能还会有 多去 多去 那边有些人 要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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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的斗拱一层层的 我感觉非常的复杂 这个结构很精美 一共有一二三四五 一共有五层斗拱 连着枪 已经是这样的一个形状了 这肯定是自然的塌陷 走 继续看一下 该减肥了 真正 在那里 夹不是 现在里面还有木头 抵住的 这上面的壁画呢 更加的清晰 这上面啊 就是进入林寝的一个直通的阶梯了 这个陈廷敬父母的林墓啊 应该就在这上面了 你看 这里又有一个牌坊 上面还刻上了黄恩宠刺 中间还有二楼系猪 周围还有麒麟 你看 这里底下还有狮子 造型都各不相同 这里还有 非常的漂亮 这里面还有马 这个是一比一比例的 看这边 这表情很可爱 非常的精美 随处都彰显了权贵和气势 两边还有羊 武士 这些都是在为他的父亲啊 保驾护航 这里面有好多高大的碑机啊 左右两边还是对称的 那其实墓碑呢 也就只有中间的这个黄色的 而周围这些硕大的石碑啊 这是皇帝的提词 还有大臣的伏笔 如此规模巨大的一个灵情啊 可谓是皇帝对陈廷敬的恩宠有加 你看在这个石碑上面啊 刻上了黄青 告风阵 光露大夫 下面的字呢 看不太清楚了 风化很厉害 但这也说明啊 这一个墓碑呢 或者说是这一个灵情啊 那真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那这里的海拔呢 大约有一千米左右 虽然是在高山上面 但却有平地一样的感觉 在过去呢 周围严密的植被啊 让这里飓风长气 可谓是绝佳的风水宝地啊 你看 这么大的一片陵园啊 那他父母的墓室 又在什么地方呢 当然就在我现在的深夏了 走 去看一下 你看 这里啊 还有一个道洞 特别的大 这看上去啊 深不见底 不知道盗墓贼啊 是不是从这里下去的 你看 你看 在这个亭子的中间啊 有一个阶梯 这应该就是进入墓室的通道了 但是很奇怪的是 既然有阶梯可以通往墓室 那为什么盗墓者还要打这样的一个盗洞呢 这地宫里面啊 很黑啊 特别的幽深 上面的高度 大概也就是有一米多吧 我现在只能是蹲着腰再走 周围全部都是大青石雷起来的 哇 特别的长 这里应该就是刚才看到的一个盗洞了 这是盗墓贼打的 在这里面说话 回声特别的大 我现在只能屏住呼吸啊 哇哦 你看 这就是地宫了 非常的大 你地方还有一个黑色的手套 这上面以前都是刻有文字 康熙十七年 这边也有 你看 这古代的文字 黄青 这个熟人啊 应该就是善人的意思吧 陈氏张太君 穆至名 大概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看蛮深的 这里面应该就是进入他父母的墓室了 上面呢 有仿墓式的斗拱 而且啊 以前都是有颜色的 不过 上面比较潮湿嘛 现在颜色呢 也是消退的比较厉害 在下面这里 在下面这里有一些花卉的涂雕 两边是对称的斗拱 下面这里的小人 应该是 什么情况 下面这里的小人 应该是守墓人吧 左右两边是对称的 不过这个造型看上去啊 文字彬彬的 和我们以往看到的那种就是五官啊 还有一些区别 这里面的空间很窄 你看 上面啊 全部都是水滴 你就知道 这里面有多潮湿了 这植物都长起出来了 这写上了 左室 墓门是开着的 这里面可能以前是 放贡品的地方 不知道是被盗了 还是被转移了 那右边 应该就是右室了 同样也是 开着墓门的 里面都是空的 你看这个文字的上面啊 全部是度过经的 两边还有一些文字 看不太清楚了 真是彰显了霸气啊 这里进去 应该就是主事了 上面写上了 天元佳气 不知道什么意思 周围都是渡过经的 这个墓门啊 是扮演着的 并不是特别的大 你看 对面的 那个墓石的 那个墓门吧 说话都也说不清楚了 它是倒下来的 我那拳说着身体啊 这样进来 哇 进来了 这里面 一股防空洞的味道 很大 比刚才的那个前世啊 要打多了 这些墙壁啊 都已经开始出现 不同程度的裂痕了 这就是墓门 特别的厚重 我感觉至少得有十五公分厚 我感觉至少得有十五公分厚 因为墓石的顶部 由于这里的地基啊 出现了问题 所以连这个墓石呢 也同样受到了影响 你看 上面的这些石块 现在已经开始脱落了 我感觉随时 都有可能塌陷一样 这里写了 宝藏 今天在墓室里面 写上了宝藏二字 里面也是空的 这几个字看不太清楚了 这块大石头啊 倒落了下来 不过 这个墓石的墓门里面啊 仍然有很多精美的雕刻 这里还有一个很小的洞 哇 特别深啊 特别的深 这不知道是不是透气的 这边还有一个 墓门也是开着的 里面的东西啊 都已经搬空了 哎 听到什么声音 哇 我真是 吓我一跳啊 以前 他的父母的 这个墓啊 应该就放在这里面 不过现在 都已经搬走了 了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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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墓室也就是这样 里面的空间比较的宽敞 但是由于地基的原因 在里面呆久了 而且这里的气氛也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我得赶快出去 我得赶快出去 我得赶快出去 我來放涼拌 我可以放涼拌 我會放涼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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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算是出来了 刚才在牧室里面 真是背脊发凉 心跳加速 这样的心情 你能体会到吗 不过遥想当年 这个陈家 真是风光一时 不知道迎来了多少人的 这种羡慕的眼光 可是世事变迁 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 曾经的风光 现在也只是一片 荒凉的景色 留下的也许只有这些 古老的碑记和文字 当然还有这些石像生的 好吧 那这里也就是这样了 那我是阿生 我现在在山西凡山 陈昌七之墓 那我的旅行又将继续 那我们下期再见 昔日 在下一集中 阿生将去探寻 国内唯一的一座 红卫兵之墓 当年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座座巨大的墓碑底下 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阿生在探寻中 又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呢 据说在这个墓园里面呢 大多都是合葬墓 而最大的一个墓里面呢 就埋葬了超过30具尸体 这种墓里面呢 就是这种墓里面呢 那就是墓里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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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